这是仅次于达兹的赖皮 人家有奥利哈刚 乃亚就有创世方舟 其中一个能力是收容 目的中的卡都会被方舟收容 这下吸血鬼就无法复活 乃亚开始宣布 接下来是天地创造的七回合 社长冷笑响起 因为刚才的大洪水效果 双方场上都没有怪兽 谁先抽到怪兽卡谁就可以锤对面 社长为了不被锤 不断发动神抽 抽到的牌看都不看 直接召唤枪龙 刚想攻击乃亚 乃亚骚话叫停 发动方舟的第二个效果 战斗阶段可以根据对方怪兽数量 召唤出相同数量的怪兽进行守卫 枪龙发射攻击 吸血鬼张开怀抱迎接死亡 但因为枪龙的能力 还是可以扣除生命值 小游戏表示这效果不是一般的赖皮 就是就是 但社长依旧稳如老狗 轮到乃亚 宣布是天地创造的第二回合 只见洪水退去 环境开始发生变化 乃亚表示现在是恐龙时代 为了应景他要召唤急龙 一口咬死 啊不 仍非枪龙 而因为极龙效果 社长不需要扣生命值 乃亚有了些优势 开始手指天空回忆过去 因为他的意识存在于电脑 所以掌握到很多知识 包括地球的变化与宇宙的形成 他都辽若指掌 还没等吹完 社长立马叫停 表示和我有什么关系 打牌最重要 但乃亚骚话没说完 于是社长开始搞他心态 直说乃亚的内心 接下来是乃亚与钢三郎的回忆 一开始的钢三郎很爱这个儿子 但后来因为在虚拟世界中的乃亚 掌握了许多的知识 思想开始变得奇怪 从而引发了钢三郎的忌惮 也顺势造成海马兄弟被钢三郎收养 而社长也就是针对这一点 开始疯狂嘴炮乃亚 但乃亚毕竟是Both 不达到最后心态不会崩 于是天地创造第三回合开始